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比如说我们知道的老虎 狮子 豹子 都是肉食动物 猫它也不例外 那么它们所摄入的食物是什么呢 很简单 就是肉 肉主要组成又是什么呢 就是蛋白质 好 说到这里肯定会有人抢问 豆浆里不是也含有蛋白质吗 那么这个问题就问到点子上 那么您知道蛋白质分子分为动物性蛋白和植物性蛋白吗 这里说的是为猫咪提供能量的主要物质是动物性蛋白 所以喝豆浆对于猫咪来说除了能补充一些水分 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营充成分 因为它里面含有的是植物性蛋白 不过毕竟它没有毒物 因此少量摄入是无所谓的 没有必要在这些事件上过分去纠结